第十一章 意识心是信念的载体 你个人信念的本质与你在任何时候会有哪种情绪有很大的关系 你之所以会感觉自己有攻击性、快乐、绝望或意志坚定 是按照那些发生在你身上的事和你相信它们与你的关系 以及你自认为是谁或是什么而造成的 除非你知道自己的信念 否则不会了解自己的情绪 而你似乎毫无道理地觉得自己有攻击性或不愉快 或如果你没有学会倾听自己意识心内的信念 你的情绪也似乎会毫无原因地没头没脑地爆发出来 因为信念会发动其自己的情绪 例如 沮丧最通常的及最大的原因就是 不论是面对应对在你身上的外在环境 或者是面对从内而来的压倒性的强烈情绪 你都相信意识心是无能的 心理学、宗教、科学 所有这些借由剥夺意识心的指挥能力 并将意识心视为自己的剂子 也全都多多少少增加了你的困惑 正面思考的学派试着弥补这情形 但带来的却是更多的坏处而非好处 因为他们企图将一些信念强加于你身上 而那些是你希望拥有的 但在你目前的困扰情况下却没有的信念 许多这种哲学使你惬意去想那些负面思想或情绪 在所有这些情况里 你情感的经验及行为的线索就在你的信念系统中 其中有一些较另一些明显 但你都可以有意识地得到 如果你相信自己没什么优点 充满了自卑和罪恶感 那你可能按照个人背景及接受这些信念的心理背景 而以几种不同方式去反应 比如说 你也许非常害怕攻击性的情绪 因为别人好像强的令你不敢有报复的念头 或如果你相信这种想法全部都是错的 就会去压抑他们 而更加重了罪恶感 那将引起你内在更多的攻击性 而更加深你个人的无价值感 许多这种哲学使你惬意去想那些负面思想或情绪 在所有这些情况里 你情感的经验及行为的线索就在你的信念系统中 其中有一些较另一些明显 但你都可以有意识地得到 如果你相信自己没什么优点 充满了自卑和罪恶感 那你可能按照个人背景 及接受这些信念的心理背景 而以几种不同方式去反应 比如说 你也许非常害怕攻击性的情绪 因为别人好像强的令你不敢有报复的念头 或如果你相信这种想法全部都是错的 就会去压抑他们 而更加重了罪恶感 那将引起你内在更多的攻击性 而更加深你个人的无价值感 在此状态下 如果你看到一本书教你去深思善 且要把思想立即转向为爱和光 那你就是在自找麻烦 因为这种做法 只会使你对自己的自然情绪更为害怕 你不会比以前更了解自己 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情绪 只是把它们隐藏得更好一些罢了 而如果你没有准备好的话 在这种情形下 或许就会生病 在这种情形下 你越想做个善人 在你心里 你就变得越自卑 你可以问自己以下问题 你对你自己 你的日常生活 你的身体 以及你与别人的关系 认为如何 把答案写下来 或录在录音机里 不论你怎么做 总之都会以某种方式 把它们客观化 当你感觉有一种不愉快情绪时 花一点时间 去弄清楚它们的来源 答案会比你原先认为的容易得多 暂且接受这种情绪 是你自己的 不要把它们扫到看不见的角落 而忽略它们 或试图以你认为好的念头来取代之 首先要觉察你情绪的真面目 经过一段时间 当你变得对自己的信念更明白之后 你将看出 它们是如何自动地带来某种情绪 一个对自己有把握的人 不会被别人的藐视而激怒 也不会记恨 然而一个对自己价值 没有信心的人 在上述的情况下 就会暴怒起来 你的情感的自由流动 如果没有受到阻碍 永远会带你回到 引起你情绪的 那个有意识信念 你的情绪 总是会改变身体的化学平衡 及体内激素的量 但只有当你拒绝去面对意识心事 才有危险 了解自己的意图 和面对自己经验的真面目 对你都大有弊意 因为这会让你产生一些 有力的情绪 和继续探寻的动力 没有人能为你做这件事 也许你相信 精神的健康意志 永远开心 有决心 且为人着想 从不哭泣 或表现出失望的样子 单单这个信念 就可以令你否定 十分自然的人类经验层面 而阻塞了 本可敌清你身心两者的 情感之流 但是 如果你确信情绪是危险的 那么 那个信念本身 就会使你对所有情绪 产生恐惧 而如果你又表现出 任何不是最合理的 镇定行为 你就会变得 几乎是惊慌失措了 于是 你就会以为 自己的情绪或情感 是非常不可预料的 极为有力的 而必须不计一切的去压抑 这种扼杀自然情绪的企图 一定会产生副作用 如果你要怪的话 就要怪信念本身 而非那个情绪 上面所说的任何一种情形 都会使你 与自己内在的平衡感 失去联系 而你本有的自在 就受到了干扰 9点54分 珍的出身状态极佳 据我记录的速度而言 他传说的速度是有点快 赛斯所说的资料 特别是在 9点34分前后的 与在课前不久 发生的一件趣事 有些关联 珍好像懒懒地 从书架上取下一本书 而那本书 是为著名医生所写的 有关自著的论文 珍随便翻了一下 对书中所谈的 差劲建议 非常不以为然 而生气地 把它丢得远远的 在休息的时候 我大声地猜测说 不知珍选择那本书 是否因为他直觉地知道 赛斯今晚将谈到 这类题目 或者是赛斯在 这事发生之后 就利用来 以一个鲜活的方式 表明他的论点 但是珍自己也不知道 说他四五年来 都没有看过那本书 而我也没有 但我却记得 在买那本书的时候 我们对他深信不疑 在十点零五分 同样的速度重新开始 意识心的功用 是要把我们的能力 和意识心 对十项本质的信念 调整到同一方向 而我们能力 是相当可观的 因为它包括了 你的创造力最深层面 以及你只略有所感的 深藏于意识之下的力量 你不能相信自己 没有权利快乐 不配得到快乐 同时却以意志 强迫自己快乐 你不能告诉自己 把攻击的念头 释放出来 又同时相信 他们自由是错的 在所有情形下 你都必须对自己的信念 知道的一清二楚 再次强调 如果别人告诉你 心灵是好的 完美的 而你自己也必须 在所有方面都是完美的 但是同时你却相信 自己的身体是不完美的 那你就永远会处于矛盾中 如果你认为 灵魂因为和肉体结合 而丧失其高贵 那么你就无法享受 自己受恩宠的感觉 因为你相信 那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你的信念 主宰你对各种情绪的诠释 例如许多人相信 发怒永远是不好的 但在某些情况下 发怒可以是最令人亢奋的 和最有治疗作用的情绪 于是你就能了解 多年来 你都是在相反信念下 使自己的情绪归缩了 那么在怒气中 你就会起而反抗那些信念 真正开始一个自由的新生活 正常的攻击性 基本上是一种自然的沟通方法 尤其在社会生活中 是一个人让另外一个人知道 他已经越了界的方法 因此也是一个阻止暴力 而非引起暴力的方法 动物的自然攻击性 是以最大的生物本能去运用的 在一方面已经制式化了 另一方面却又是一种全然的自发 而在动物之间是了解这种信念的 动物自然的攻击性 有各种不同的程度 姿态和意义 那些全都是一连串的沟通 在这种沟通下 彼此的意图就非常清楚了 大致上 在任何一个战斗发生之前 动物已经有一连串 非常复杂的象征性行动 然而攻击行为的展示 大半会阻止实际战斗的发生 人类对于攻击性 则有非常情绪化的矛盾态度 而它对攻击的信念 也引发了许多群体和个人的问题 在本书中 我们将触及这些问题 在你们的社会中 其实在别的社会也有一点 对攻击性自然的沟通 已经被破坏 你们混淆了暴力和攻击性 而不了解攻击性的创造活动 或它可以被作为阻止暴力的 一种沟通方法 事实上 你们处心积虑的 抑制攻击性的沟通成分 而忽略它的许多正面价值 直到它自然的力量 愈积愈多 终于爆发成暴力 暴力是攻击性的一个扭曲 出生也是一种攻击行为 一个自己以极大的推动力 从母亲身体内向外冲刺 而进入一个新环境 任何创造的概念都具有攻击性 暴力并非攻击 相反的 暴力是对情绪的一种消极投降 而我们并没有了解或估量这个情绪 只是惧怕它 同时又去追求它 暴力基本上是一种对全面情绪的投降 在所有的暴力里 都有很大成分的自杀情绪 是创造性的反面 例如在战争里 杀人者和被杀者都被卷入同样的激情里 但这种激情并不是攻击 而是其反面 一种想毁灭的欲望 要知道 那种想毁灭的欲望 是由一种无力感引起的绝望感觉造成的 攻击性导致行动 创造力与生命 而不导致破坏暴力或全面毁灭 让我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假设在你们社会里的一个相当平凡的环境中 有个好人 他被交易 男子和大丈夫就要有攻击性 但他相信这是指打架 而身为一个成人 他不喜欢打架 因为他不能打他的上司 虽然他也许想这么做 同时社会也许告诉他 当他不高兴时 必须再让一步 做个温和体贴的好人 他的社会 教他这种温和性情是女性化的 他一生都在试着隐藏 他以为是攻击的 暴力的行为 而试着去做一个善解人意的和善人 这种样板当然是不真实的 和男性与女性被扭曲了的观念有关 因为他试着如此善解人意 一直压抑了正常愤怒的许多表达方式 而那本可以用来作为他和上司或家人之间的一个自然沟通方式 这些被抑制的反应全部都在寻求释放 因为攻击性情感的表现 在身体内建立了自然的平衡 同时也作为和别人的一个沟通系统 当他的身心受不了时 就很可能以暴力的行为反应 可能突然发现自己在和别人打架 而最微不足道的是 也可能变成一个触击 严重伤害了自己或别人 通常动物在这方面是比较自然的 因此你的身心本来可以处理攻击性 只有当攻击性自然的表现被切断时 暴力才会发生 在这种暴力里 你感觉自己非常的强而有力 就是因为被压抑的能量突然释放的结果 但是那样的话 这个人就永远为这个能量所左右了 沉默在其中 而消极地被他带着走 对你自己情绪的恐惧 比他们的表达能造成大得多的伤害 因为这个恐惧的强度会越累积越多 而接着强化了恐惧背后的力量 因为你有意识心 所以在表达攻击性的方式上 你有很大的空间 但是动物的遗传仍旧维持他们的本然面貌 皱一下眉是一个自然的沟通方法 意思是你把我惹火了 或者是我生气了 如果你想皱眉头时 却告诉自己要面露微笑 你就是在干扰自己自然的表达 而拒绝了和对方的一个适当沟通 告诉对方你真正的感觉 当一个人总是对你微笑 那个微笑可以像是个面具 因为你不知道自己到底跟他有没有沟通 同时说话的声音有他们自己的模式 而自然的攻击性应该会改变声音的音调 身体常常表现出许多身体语言 全都是一种创造性与人沟通的方法 作为各种不同程度的视景 每一个身体语言都是动的 却又是一视性的 随着其自身意所产生的肌肉动作 这些动作在生物层面上就可以被了解 而且全是建设性的 意在唤起别人的反应 以达到一个更新的了解 一个权力的平衡 当你有意识的思想干扰了这种过程 你的麻烦就大了 动物的行为模式比你们的行为更受限制 在某方面却更自由 且更自动地表达 但也更狭窄 原因在于动物遭遇的事情 没有你们宽广 除非你欣赏你的生物属性 否则无法欣赏你的灵性 这不是说你要超越自己的生物属性 而是说要由对它全面了解 而向前演进 这两者是有所不同的 你不能借着否定肉体的智慧与经验 而获得灵性或快乐的生活 观察动物 你们可学到的 比从一个上师或牧师 或从我的书那儿得到更多 但你首先必须摆脱掉 我的生物属性是可疑的 这个观念 你的人性并不是由你拒绝动物的传承 而生起来 而是建立在它的延伸上 当你借着切断自己的生物性 而显出你的灵性时 你就变得不再是一个喜悦满足的自然生物 而离了解真正的灵性还远得很 许多说他们相信思想力量的人 却对思想这么害怕而加以抑制 避免任何看来是负面的或是有害的想法 因此连最细微的攻击性表现都被恶阻了 这些人认为思想能够杀人 就好像被这样一种冲动所指的对象 没有强而有力的保护自己的能量 也没有天然的防卫力 此处常常为了不同的理由 你发现一个隐藏而扭曲的有力感 他说 我是如此有力 我可以用我的念头杀死你 但我拒绝这样做 没有一个人 也没有一个念头是那么有力的 如果光是念头就可以杀人 你们就不会有人口过剩的问题 每个人都有自己天生的能量和保护力 你只接受那些符合自己信念系统的意念和想法 不但如此 你还有其他的天然保险 有时候你以为自杀是不明智的 消极的 而战争是具有攻击性且有力的 其实两者皆为消极和扭曲的 攻击性 以及自然沟通途径没有被用到或了解的结果 你认为花朵温柔美丽又善良 但每次一个新的花苞开放时 有一种喜悦的攻击性迸发 那几乎不能说是消极 而是积极地向外伸展和一种无畏的勇气 若没有攻击性 你的身体就不能生长了 因为体内的细胞会陷在惰性中 攻击性是创造力绚丽迸发的基础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